大家好,我是賴斯拉 最近收到一個留言 她說想了解一下更名房的問題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過往買更名房的經歷 除此之外 現時有一些個案 業主正面對著一個進退兩難的局面 所以我希望可以藉著這個以買家為主導的平台 不涉及中介和開發商的利益 一起集思廣益 籌謀對策 首先講一些開心的事 在這一集 我跟大家提及過 在留言區有一位美國朋友求助 她說經一間香港中介 轉了兩萬元鎖房費 進去中國曼達的戶口 打算買肖慶西江府一個心儀單位 不過後來中介沒有兌現承諾 幫她營購到那個單位 而且其後 她依足程序申請退款 都一直被拖了超過一個月以上的時間 而她手上的收據 就是寫著 曼達集團會籍保證金 而不是寫著 鎖定某一個房號的認購金 過了幾天 她又再留言給我 說曼達就出了一個退款方案 會將那兩萬元的會籍費 退回買家的國內戶口 但是她人在美國 又沒有國內戶口 所以中介公司就願意 代曼達 先賤付這筆款項給她 不過她就要簽一份承諾書 日後如果她回國內 開設了戶口後 就要承諾將這筆錢 歸還給這間中介公司 前幾天 這位美國的朋友又再留言 跟我說 那一間中介公司 真是入錢去她的戶口 她很開心 亦都感謝中介公司 信守承諾 並且想和大家分享她的喜悅 在留言裏 她一直都沒有公開 是哪一間中介公司 而這間公司 在收取了客戶的認購金 去鎖定房號 最終是沒有成功幫 客戶去扣入他們心意的單位 確實是有些做得不足 不過 事後能夠看出到 國外華人買家的難處 以折衷的辦法 特事特辦 完成退款 都算是很負責任的做法 後來這位美國朋友 已經是透過另一間的國內中介公司 在肇慶買了另一個 她覺得更加實惠 更加喜歡的單位 她還覺得 蔡翁失馬 厭至非福 還有 其實樓死樓還在的例子 在我身邊的朋友 都經常發生 當然 都發生過在我自己身上 之前一次換樓 當我選定了某一個遍區 其中一個心意的樓盤 但我喜歡的戶型已經賣了 所以 如果我真的要買的話 一定要在市場上找更名房 內地的更名房 和我們以前香港的摩貨 是差不多的 而我們在內地接觸得比較多的 就是一手樓的更名房 例如一個樓盤的單位 已經完全受慶 但是還有中介跟我們說 手上有幾個低於市價的單位出售 這樣 這些很可能 就是開發商 給建築商 作為 抵工程款的供底房 或者是 開發商內部人員 和炒家 在較早的時間 購入的單位 等漲價後 就將單位以更名的形式出售 更名房 是指一個原買家 在開發商買了一個單位 給了訂金或首期 甚至分期付款的某一些奇數 而開發商 還未將那個單位 去房管局做預售登記備案 未辦理契稅 和銀行案揭 要買更名房 絕大多數的買家 都是因為兩個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心儀的單位已經賣了 就要在市場上找更名房 另一個原因 就是 更名房 給售樓部賣的單位 又便宜 又漂亮 我自己有兩次換樓 就是分別基於以上兩個原因 去找更名房 十幾年前 我們一次在國內換樓 見到中介介紹一個單位 給售樓部賣的價錢 大約便宜一成 而且樓層 警官 都更加優勝 所以 就當更名房 好像香港魔貨那樣 在完全沒有提防 和完全不識怕的情況下 將一筆七位數字的款項 傳入中介名下的戶口 去買一位 外省業主授權給他賣的更名房 因為那位是外省業主 所以我們是沒有機會見面的 當辦員過戶手續 我和這位 外省業主的 轉讓協議書 發還給我之後 就發現 我們大家的電話號碼 上面有幾個數字 是被圖改譯圖改了 即是我們買賣雙方 沒辦法聯絡 亦永遠不會知道真正的成交價 我見到這些操作 我就知道 中介在當中 是有食價的 不過想回頭 中介食價 也是小事 如果當日 那個是 無良黑心中介 我買樓的全不款項 就可以完全被騙了 所以買更名房 有一個很大的風險 就是要將部分的房款 或者全部的房款 要傳入一個私人的戶口 而不是傳入開發箱的戶口 另一次找更名房的原因 就正如我剛才說 我想買某一個樓盤的 一個我心儀的戶型 但是 開發箱已經清了盤 買不到 我就要找更名房 因為有了上次的教訓 這次換樓找更名房 就要求中介 約了原業主出來 我們三方 一起面對面談價 當日去到那間中介的會議室 有一位經理就跟我們說明 原買家是幾位年輕人 全部都是一間上市公司的老闆 專門做更名房買賣交易 還給了他們受訪的報導給我看 跟我們說可以放心 跟這班年輕炒家接盤 接著來到的 不僅是那幾位年輕業主 而且連開發箱 一個有權分配內部 認購單位的職員都來了 而在整個討價還價的過程中 最著緊的人就是他 因為這班炒家 手頭上有幾個單位 都快到期要簽正式買賣合同 所以他很想我們快點成交 但是他又擔心我們有機會撤訂 而阻礙了他們出貨的時機 就要求我們給20萬定金 以及開出一個很緊湊的付款流程 基於條件太苛刻 我們就放棄了購入那個單位 雖然交易不成功 但是給我親眼看到 開發箱 中介和炒家之間的 那種強固的利益輸送慣 所以我們做買家的 只要有少少認知不足 或者頭腦不夠清醒 就很容易跌入陷阱 成為他們的獵物 正因為買不成那個單位 反而造就了我們後來可以 用差不多軍價 在同一個遍區 直接和開發箱 買入一個 戶型很罕有的單位 所以我個人就不是很建議大家去買更名房 除了因為更名房很多時候是需要將部分或者全部款項 傳入去私人戶口之外 整個交易流程 有很多步驟 是埋藏了一些我們不懂得提防的縱服位 如果真是執意要買 就必須要留意以下這幾點 首先就是要確定 直接更名的原買家 是不是原本和開發箱 簽認購合同的本人 另外 有沒有其他相關的權利人 他們是不是都同意將這個單位出售 開發箱是不是 還未將那份合同進行備案登記 另外 開發箱是不是同意更名 我知道有些留盤 開發箱容許有1-2次的更名機會 但是有些留盤是完全不可以更名的 如果真是可以更名的話 會不會收取額外的手續費 或者要符合其他條件呢 費用又由哪一方去承擔呢 我們在未簽任何的合同之前 當然有絕對的話語權 但是 最近我收到一些業主的電郵 他們現在就陷入了一個進退兩難的局面 第一個情況就是 現在有幾個公約項目 得不到市政府的驗收批核 開發箱提出的解決方案 就是要業主無批收樓一次 通過了驗收之後 開發箱就進行裝修 徵裝之後 業主再收樓一次 或者業主選擇無批收樓 開發箱就賠回裝修費給他們 現在這班業主最擔心的就是 因為他們要無批收樓 以後違規的裝修責任 是不是要由他們自己承擔呢 第二個兩難的情況就是 有一批業主已經存款 買了某一個開發箱的樓盤 即是錢已經給了 但是 開發箱寄去香港的那份合同 就寫著是分期付款到2023年 事前是沒有通知過這班業主 開發箱就說 合同的內容 一定不可以更改 不過 可以開一張 房款結清證明給他們 證明他們已經交齊了房款 現在這班業主就覺得自己很無能為力 而且是劇腐難下的 其實我也很感謝大家的信任 會在留言區 或者通過電郵電話 找我商量一些面對的問題 和和我分享在內地置業的非凡經歷 我也很希望 我們大家可以並肩同行 跨越困難 共同富裕 今次我和大家的分享就來到這裏 如果覺得我的頻道對大家有用的話 請你們訂閱 點讚 和分享開去 等更多的人 可以和我們一起 去發掘大灣區的真面目 哇